我們今天聊的是川普昨天晚上 那對著媒體鏡頭說 那這個習近平趕快去查一查拜登 那他也叫烏克蘭也去查一查拜登 他說拜登跟他的兒子是賣國賊 因為他的兒子投資了某私募基金 在中國發大財 那發大財的這一個過程當中 當時拜登是副總統 他是歐巴馬的副總統 然後他的兒子跟這個拜登 一起訪問中國之後 就取得了中國龐大的投資跟利益 那問一下老王 川普事實上這幾天 那個內外交戰兩個壓力 一個壓力是彈劾案 另外一個壓力是 川普根本是一個超級股票分析師 美股只要稍微跌一下 他就在推特發文叫聯準會趕快降息 那因為前兩個交易日 美國股市道窮跌了八百多點 那主要的源頭是來自於經濟數據有變化 這個川普現在頭很痛 因為他的對手他入股 他最常下入股這幾天國慶是沒開盤 所以人家是停在原地 可是他美股跌了八九百點 所以他現在頭很痛 那他所以他又開始在罵那個包 他說為什麼又不降息 會講這種話 原因是因為美國公佈兩個數據都非常難看 第一個是P&I制造指數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小飛龍 那我們現在看 其實投資人最擔心還不是這樣 數據變差 因為我們看這個 關鍵我們可以看這個點證圖 這個點證圖是九月底 九月底這個FOMC會議出來的 這個投票結果從這個線上來看 你可以發現今年其實沒有要再降息了 今天沒有要再降息 那明年大概只降硬 後來還要升息 可是因為這兩個數據的非常差 差到不可思議 創時間新地 所以這個點證圖有可能 大家只要下移兩個委員 可能馬上十月底就會降息 那我們知道在長期的降息循環當中 股市是崩盤的 所以這個川普不太可能讓這樣降息循環 一直發生嘛 所以他就趕快開始告訴這個包 你要特別注意啊 那我們看投資人會非常緊張是因為這個美國製造業是十年新地哦 特別把線圖拉得很長 給大家看 四十七點八這個數字 是十年來的新地哦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你在這張圖做的很長哦 你從2005年拉 拉到2019年 所以這個時間序列已經拉了14年 然後前一波 這個特別的低哦 其實就是金融海嘯這一波 然後金融海嘯之後呢 2009年之後 美國是一路復甦 然後如果你以50為一個這個平均的龍褲水位的話 那他前一波有壓力是這個時間點 那就是淵莫在06年底07年初那一個時間點附近 然後這一波是創下十年新低 是2019年的新的數字 最新的數字 這已經炸大的原因啦 等於說你這個經濟全景 因為P&I這個指數哦 通常都他有一個所謂新接訂單的成分 所以都讓人家覺得他是一個絕對領先的指標 因為你現在就代表你現在接的訂單已經變少了嘛 所以你經濟一定是往下行的空間比較大嘛 所以這是大家事實上最擔心的問題 而且來到十年的新低 他不是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其實P&I就一直在往下跌 可是支撐美國是所謂的服務業指數嘛 對不對服務業指數 可是問題是P&I這次跌幅太大了 所以嚇傻了市場的演進 然後我們可以看另外一個數據 這個最重要的原因哦 這個是標普 紅色部分是這個標普500的EPS 這代表什麼代表美股的企業的獲利嘛 我剛才說P&I為什麼是領先指標 你可以從這張圖發現 非常明顯的發現哦 這個P&I指數只要下跌之後 大概過了大概半年哦 甚至幾個月之後 就會很明顯看到這個標普500這個EPS哦 就是所謂這些美國公司的獲利哦 開始明顯的下滑 所以為什麼這幾天股市這麼反映 因為已經看到P&I的創下時間新低哦 就代表這個會來的美股的EPS 顯然會往下 那請問美股這些公司的EPS往下 就代表美股會怎樣 當然就未來就有大跌的風險嘛 所以這當然是未來這個投資人非常擔心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緊接著來公布這個小飛龍 什麼小飛龍 就是非官方公布的這個就業的 這飛龍就業的數據哦 那他有些重要影響 就是他往往跟這個官方公 官方的數據哦 會有一個非常大大的聯動 所以官方的今天就會公布了 所以市場預期今天公布也不會太好啦 那小飛龍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飛龍就業就代表這些製造業 服務業的就業人數開始在減少嘛 如果成長薪水沒有預期 這會影響到什麼 開始影響到內需哦 因為你被裁員了 你的薪水沒有漲價 你的消費能力會成長 不會成長 你的消費開始萎縮 所以會不會再回頭 再打到這個川普原本 這個國內的內需市場 也是會來值得關心擔憂的一件事情哦 那所以我們常常講 商敵 川普就像商敵50嘛 然後這個商敵100 商自己50嘛 那可以看到這個香港的數據更慘 最新公布香港零售的這個銷售額 是創下有這個紀錄 有這個統計以來的歷史新低啦 這麼嚴重啊 對 就是有這個就在二幾年來 新低 23個percent 那其中這個消費的內容 消費最多是什麼 就是一些珠寶啦 金品啦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這個反送中哦 的確對香港這些富豪也好 或者是這個消費的大大的減弱 不但有人會跑去香港說 我要買什麼金品 能不能帶出來都是個問題 那我們再看 在這樣兩強夾殺當中 兩強都受傷當中誰獲利 就是我們臺灣 因為我們臺灣 最近也剛公布這個PMI指數 我們是重回這個50的所謂的 榮庫線以上哦 你可以看我們成 我先打個操 我們來對比一下 美國的這個ISM的製造業指數 事實上這個製造業是很大的經濟的源頭 是 那這個剛剛哦 老王分享了 你拉了2005年到2019年14年 然後除了金融海嘯破底之外哦 現在美國最新的這個ISM製造業指數 創下10年新低 對 那臺灣哦 沒有創新低耶 真感人 真感人 而且臺灣還小幅的反彈上漲 對 而且還有一個 這裡面有個最重要的指數 我剛才講新接訂單嘛 我們臺灣剛公布的這個新接訂單 只是創下過去一年來的 最大擴張速度啊 所以 我們就可以看到最近台積電的創歷史新高 不是偶然的 他國的確是接單非常多啊 所以你說中美貿易上 我們看到太多數據 包括我們上固定投資啊 投資指數 都在臺灣都明顯的成長嘛 包括這個P&I指數 看到美國 中國也在衰退嘛 對 但我們臺灣竟然是創下近近期的 近一年來的新高 我覺得蠻欣慰的 真的 而且台積電 我今天還看到新聞 他7nm還下令他的客戶早點下訂單 沒有辦法兩個月交貨 要半年了 代表我們臺灣製造業 其實非常強勁在復勢 沒有就是很轉哦 跟客戶說 你半年後想要有貨 你現在趕快排隊來排 我就給你 有點像去年的被動元件 沒貨給你 真的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 臺灣是鬼島 臺灣事實上 有它在全球經貿當中 很大的價值